猫捉老鼠回旋曲 小老鼠尖嘴巴是一只非常粗鲁的老鼠 它住在河马先生的家中 不过,它不是河马先生家的朋友 而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 小老鼠尖嘴巴原先并不住在这里 只是有一天,它贼头贼脑地来到河马先生家中 见家里没人,就敞开肚子饱餐了一顿 然后在河马先生床边的墙角打了个洞 就常住在这里,以半个主人自居 河马先生虽说是个大个子 可是对着灵活的小老鼠尖嘴巴,却也无可奈何 小老鼠尖嘴巴住了没几天 胆子越来越大 因为这里没有猫逮它 同时它把河马先生的和气和善良当作无能 河马先生是为音乐家,长弹弹琴,做作曲子 小老鼠尖嘴巴并不想欣赏什么音乐 它有时竟然爬到钢琴上去撒尿 有一次,河马先生忘了和上琴盖 小老鼠尖嘴巴马上跳上那黑的和白的琴键 乱蹦乱跳 急性演奏了一首粗鲁者之歌 或者叫做小偷涌叹调 小老鼠尖嘴巴边跳边唱 还翻着跟头,得一级了 更可恨的是,它还咬了河马先生真爱的琴谱 不管是贝多芬的还是莫扎特的,都让它咬了个粉碎 过后,小老鼠尖嘴巴得意洋洋地说 什么贝多芬,莫扎特,我吃着都一般,味道不怎么样 河马先生气急了 他在屋里下了老鼠药,放上了捕鼠家和捕鼠笼子 可还是没法抓住和赶走这只又可恶又机灵的小东西 后来,河马先生终于想出了一个对付小老鼠尖嘴巴的办法 河马先生花了三天两夜 做了一首猫捉老鼠回旋曲 他天天在钢琴上演奏这首曲子 小老鼠尖嘴巴起先很不以为然 但后来他仔细听听,越听越不是味儿 曲子描述的情景,他太熟悉了 曲子起先描写老鼠的鬼鬼祟祟和探头探脑 然后是老鼠出动,东跑西窜,得意非凡 忽然,在老鼠身后,传来猫的气息 猫的脚步轻轻的,然而是那么恐怖,阴森 接着是老鼠的拼命奔跑,和猫的穷追不舍 最后是支的一声,老鼠落到了猫的爪子下 猫发出了胜利的喵雾声 小老鼠尖嘴巴,听得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 这场景能让每只老鼠胆战心惊 以后,只要小老鼠尖嘴巴一出动 河马先生就弹奏起他的这首回旋曲 小老鼠尖嘴巴一听,吓得几乎连路也走不动了 浑身直打仗 没过半个星期 小老鼠尖嘴巴就得了高血压 心脏病和神经衰弱 小老鼠尖嘴巴再也不想在河马先生的家中住下去 他提着一只肮脏的小皮箱 鬼头鬼脑地溜走了 糟糕的是 他并没有因此摆脱猫捉老鼠回旋曲 以后,只要小老鼠尖嘴巴一出门干坏事 他的耳边就仿佛响起了猫的脚步声 和随之而来的猫和鼠的赛跑 以及猫得意的喵雾声 这只干了许多坏事的小老鼠 最后死于心脏病突发 而在他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刻 耳边响得仍然是 猫捉老鼠回旋曲